圣诞节是什么 圣诞节是神人产生一个连接点的开始 圣诞节是神差遣基督到世界上来 寻找我们的历史的一个开端 我从小的时候听人家说 我在宗教里面寻找上帝 我就问 啊 你找上帝 那到底上帝什么时候不见了要你去找他呢 如果我的钢笔不见了 一定是我找钢笔 不可能钢笔找我 对不对呢 如果我的手表不见了 是我找手表 不可能是手表找我 人找上帝 那是上帝不见了吗 上帝什么时候不见了 那你要去找他 在哪里找到他呢 圣经有没有说 人是寻找上帝 因为上帝不见了 从来未曾有一句这样的话 圣经给我们完全相当的观念 上帝寻找人 不是人寻找上帝 大家说 人怎么去找上帝呢 上帝啊 你在哪里 圣经上帝 在亚当犯罪有第一句话就是说 亚当 你在哪里 全本圣经是上帝找人 从来没有讲到人找上帝 圣经里面有一些经节 好像有人可能找上帝的这种可能性 比如说 你要寻求耶和华 人若寻求他 真心寻求他 就必寻见 圣经所讲的 上帝找人 圣经所讲的 上帝找人 跟圣经好像讲 人找上帝 层次是非常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讲上帝找人的时候 用时间空间来限制他 为他定了疆界 为他定了年岁 所以 上帝给你特权住在地上 给你一些年乐 给你度年度热 给你一些的疆界 可以来气奔跑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的空间是有限的 上帝把时间空间 放着你的限制 使你没有办法自己突破 耶稣说 你可以用你的施力 使你的寿命多加一颗妈 每一次耶稣基督用问话 答案都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在井记里面 找到五花果树的果子吗 你能在记里面 你能找到其他葡萄树的果子吗 你能够用你的思课 用你的思想 增加你的寿命吗 你赚到全世界 设计你的灵魂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在教学里面 我找到了原来圣经里 耶稣对人教学所发的问话 一共在四福音里面 超过一百多次 耶稣基督向人发问 在四福音的记载 超过一百步子 这个原来是教学 或者Pedagogy 在教义修里面 最好的启发式的教义 用发问刺激思想 用发问来怀疑你的思想 用发问来引到你的思想 用发问来把你的思想集合 带到应当有的答案里面 这种伟大的老师 是用发问做他的教书法的 不是天涯舌 是启发舌 而圣经里面 这些问题 从耶稣的口出来的时候 大概有一半 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 你完全不能招架 因为耶稣基督挑战 就是对你说一些 你不能不承认 一定要承认的真理 有谁能用 你自己的生命 来换你的年轮呢 你到着全世界 设起你自己灵魂 有什么益处呢 你还能拿什么 换回你自己的生命呢 这个根本不必答 因为这个不定 不必讲一些致命的真理 是神要你一定要享福 在这个定律之下的一个方法